亲爱的朋友 大家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的主题是 尽力跟自由 因为说尽力 让我们得到自由 有人说信教是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 有人说信教有人摆脚摆手 有人说信教 信教让我们很没自由 有人说 我要一世人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 但我老了 要死了 才来信亚所 因为这样到本了 也不是 有时我们会觉得奇怪 信用那么多贵 让人很失败 信用感真的让人摆脚摆手 亚苏说一个真正触摆的 他说尽力 让我们得到自由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分享一个故事 我的外祖是一个十九世纪的 真正大 真正成功的商人 一个做生理人 他在台湾到亚文的中间 做很多生理 但是我们知道 生理主做得越大 应该有多少 有钱 亲手哪亲手后 贵肉来挖肉 但是有一件事他没办法来处理 就是他有阿平的动力 鸦片的毒瘾 这是当时有一个人想用意去碰到 最后清家动散 清家荡产的 拍习惯 外祖 几次解读都没办法有结果 就有人用他来传承他们 要他信用所 说信用所 你就会在地球 信用所 你就在地球自由 他就这样信用所 他不先解读 他信用所 就这样愿意也会来解读 他将自己设定一个家里 不准他们家里的人来开门 他用几天的时间来解读 在几天的中间 家里面像我一种的声音 因为他把自己去拐点里面 在那里有靠的声音 在那里有哀求的声音 也像我一种家具 兵来到去 兵兵兵兵的声音 这怎么所有的声音都没去 全自己 几天后 我会多做 一生区的胸困 一生区的痛苦 一生区的疲惫就这样走出来 那天开始 一世人不再抹抹抹抹 那天开始 他只做一个心聪做的人 亲爱的朋友 你含着在不好的生活习惯里面吗 你含着在药物毒品的控制里面吗 你含着在 喝酒甚至是想起的问题里面吗 信用的困难 会让你聚好这一切的困难 信用的困难 可以让你脱出这些疏惑里面 亲爱的朋友 你有忧郁和躁愈的问题吗 你在恐惧或是恐慌症里面吗 请让亚索来帮赞你 因为他要让你担来自由 他要让你的生活不再受这些富民的 你或是人来影响 他要让你真正 外地某一天 享受 喜乐 平安的外面里面 你感允愿意让亚索赞你的生命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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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